刀把子再調整習近平身邊人可能成為新威脅 美國禁止李家超參加APEC 中共強烈反對 中共火箭軍遭到大整肅 專家說中共政權非常不穩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9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官媒報導 7月27日通過 由原深圳副市長劉國洲 接任中共廣東省公安廳長 這任命讓外界張目光再次投注在 中共公安部部長王小紅身上 原廣東省公安廳長王志忠最近進京 出任公安部特勤局局長 廣東省公安廳長一職 現在由劉國洲頂上 劉國洲是河北人 早年長期在北京公安系統任職 是王小紅擔任中共北京市 公安局局長時候的手下 自從王小紅去年正式取代趙克志 成為中共公安部部長後 全國31個省的公安廳長 已經全部換人 大批在孟建柱、郭聲坤、趙克志 時期上位的官員 要麼就落馬、要麼就被貶 或者被調出 空出來的位置 由王小紅看眾的人選提報 例如上海公安局局長張亞宏 曾經任公安部情報指揮中心主任 曾經任公安部情報指揮中心主任 當時王小紅是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在王小紅接任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 張亞宏馬上空降上海任公安局副局長 王小紅升任公安部長的時候 張亞宏跟著就坐正 天津市公安局局長魏曉凡 和王小紅在北京共事當年 是王小紅做北京市公安局長時候的副手 公安部副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齊賢君 是王小紅在河南任公安廳長時候的 河南省消防總隊隊長 公安部副部長陳思源 是王小紅掌管北京公安局時候的親信 另外王小紅的福建舊部陳峰 已經在2021年年初秘密出任 香港中聯辦警務聯絡部部長 中共維繫權力靠刀把子、槍乾紙 筆乾紙、錢袋紙 其中的刀把紙 目前主要掌握在王小紅手上 評論人士道正7月9日在上報發文表示 習近平用人的特點就是只用熟人 王小紅也一樣 近三年在清洗孫力軍、富精華、政治團伙的同時 王小紅也在全國範圍內大量安排親信 而靠人身依附關係建立的這支隊伍 沒有任何約束 只會助長野心家 雖然王小紅口頭要大家忠於習 但時間長了身邊肯定有人慫恿他 這支隊伍實際上並非習家軍 而是王家軍 文章認為中共警察系統號稱刀把子 對內鎮壓人民 但在權力鬥爭加劇的特殊政治氣候之下 刀把子也會威脅到統治者本身 未來等王家軍成勢 如果台海有戰事 恐怕就是習近平危險的時刻 日前有美國傳媒透露 白宮決定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 出席今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28日香港政府呼籲白宮邀請李家超出席該會議 似乎坐實了傳媒相關傳言 令他們禁聲 當時美國川普政府制裁了11名中港官員 時任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 就是受到美國制裁的官員之一 身為經合會成員的香港 最高行政長官都是受邀與會的嘉賓 2022年李家超就曾出席曼谷的會議 不過當地時間27日 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說 美國政府決定禁止李家超出席 今年11月在加州舊金山舉行的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AC 報導又說 美國對李家超的制裁 不妨礙香港參加APAC峰會 香港可以派出另一名代表出席APAC會議 對於相關消息 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 28日在一份聲明中說 APAC會議不屬於任何國家或經濟體 APAC有其規則和慣例 任何東道主都要按照這些規則和習慣 邀請成員參與 另外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 對美國政府的決定也表示強烈反對 稱美國的做法違反APAC規則 違背美方所作的承諾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 美方對包括李家超在內的中方人員 實施非法無理制裁 現在美方以此為由拒絕邀請李家超 是罕然違反APAC規則 中共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已經提出嚴正交涉 事實上在今年6月 美國國會就有跨黨派成員向白宮施壓 要求拜登政府 不要邀請李家超出席亞太經合會 藉此展現制裁的力量 數十個民間團體也同時向總統遞交請願信 不斷呼籲美國政府對香港特首下達禁令 大紀元報導引述分析指 雖然李家超沒有獲得邀請 但預料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親自出席會議 因為中國經濟前景大幅下滑 習近平需要親自延伸國際會議 來恢復全球投資者的信心 同時習近平也會藉此機會向中國國內民眾展示 他有效地處理中美關係 但時政評論人士徐勇就認為 香港政府改派其他官員出席的機會不大 因為換人出席會令外界感覺 中共接受或默認了美國的制裁 而這或導致習近平出席APEC的可能性出現變數 中共軍隊被受領導人習近平棄中的火箭軍 傳出多名高級將領涉探或涉物案 被集體帶走調查 最近又傳出火箭軍前副司令吳國華死亡 中華民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忠基將軍 對希望之聲表示中共政權非常不穩 旅居美國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 耀誠先前在推特爆料 中共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上將 在6月26日在辦公室開會時被帶走 耀誠指出從今年3月至6月底 中共火箭軍至少前後三任司令 兩個副司令、軍師級幹部若干落馬 但消息仍有待證實 火箭軍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手中的大國利劍 是掌管中共核武器洲際導彈的戰略兵種 也可以說是一支神秘部隊 香港媒體《明報》 以及海外中文網絡媒體 從5月開始陸續報導 前中共火箭軍副司令現任中共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震忠 以及繼任他的現任火箭軍副司令劉光斌 都已經在4月被捕 還牽連到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巨乾生 7月27日 中國媒體澎湃新聞報導 退役三年的中國火箭軍前副司令 吳國華已於7月4日因病醫治無效 在北京逝世 但網絡截圖顯示 赴問日期是7月25日 在他死後21日才發赴問 引發揣測和議論 中華民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忠記將軍對本台表示 發生這一連串的事情 絕對不是臨時性的事件 應該是已經調查一段時間之後 確認確實有嚴重的內部洩物 所採取的一種整肅手段 無疑可以看出 習近平對於中共軍隊的忠誠度 目前可以說完全喪失了信任 當然內部的洩物也不排除是派系之間的鬥爭 俞忠記談到 俄羅斯兵變之後 對習近平當然起了非常大的一個心理上的震撼 所以這件事之後 中國對其內部 尤其是火箭軍的忠誠度 當然會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因為去年美國公佈火箭軍的整個兵力部署 事實上就是火箭軍內部有嚴重洩密的情勢 俞將軍表示 其實不僅是火箭軍的忠誠度出了問題 沒多久之前包括戰略資源部隊 即是太空軍的副司令 雙宏也被逮捕接受調查 再向前推 中共中央辦公室 兼中央警衛局局長黃紹軍 亦都是突然之間神秘死亡 而且是三個月之後 才宣布他的死亡信息 余將軍認為 從這個事件延伸來看 火箭軍對習近平要完成 所謂的偉大的中國夢 他是第一優先 可以直接對台進行攻擊的黃牌軍隊 理論上來說 應該忠誠度 是不能有任何疑慮的 因為火箭軍掌握了核武發射的武器和裝備 對外來說當然可以阻嚇美日 未來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去支持台灣 如果習近平不能掌握這個軍種的話 那對於他的政權事實上 也是相當危險的 從中共外交部長秦剛被免職 到吳國華可能被自殺 余將軍表示 雖然習近平已經是三連任 但從這些事件來看 他的政權非常不穩 他說 從外交層級最重要的外交部長 重戰落馬 對外也沒有任何說明和交代 然後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 甚至警衛局這麼重要的負責人 他的死亡竟然遮遮掩掩 沒有任何說明和解釋 只是事後想辦法去找一個理由出來 敷衍、試圖掩蓋他內心軍心不穩 政權不穩的實際狀況 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開始迫害法輪功至今 法輪功學員仍然堅守真、善忍的修煉理念 提升道德、贏得世界贊同 六四網站現任負責人黃晶 日前向《大紀元》稱讚說 中共暴政不敢武嚇到法輪功學員 反而更加成熟 修煉人數日益壯大 黃晶表示 今年的7月20日 是中共鎮壓法輪功的第24年 在過去的這些日子裡 法輪功人士遭遇了一場普通人難以想像的浩劫 而且這場浩劫還在此持續 黃晶指出 法輪功人士所受的傷痛是雙重的 不僅持續被中共以最殘忍的手段迫害 還要忍受著來自眾多因為被中共洗腦 而不明真相的中國百姓的誤解和排斥 但事實上 法輪功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好最優秀的功法之一 《大紀元》報導說 十幾年前 黃晶為了看冤死的姐姐衛權 遭到當局的打壓 這令他逐漸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 他後來加入王琦創辦的六四天網 成為一名公民記者 但2014年11月在吉林 他被以尋釁滋事罪名逮捕 並被判刑四年十個月 在長春監獄服刑 直到2019年9月才獲釋 在監獄中 他結識了法輪功學員 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善良 平和 傳統的道德理念 和中共誹謗宣傳所展示的完全不同 他也因此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 黃晶說 經歷24年的迫害 法輪功人士以不屈不撓的精神 征服了更多的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認識到天滅中共的深刻內涵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 又忠感敬佩李洪志大師和他的眾多法輪功弟子 他感慨地說 不得不承認法輪功學員用自己的血水 淚水和汗水 彷彿在燃燒他們自己的生命 救贖著整個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 中國人民虧欠法輪功學員的太多了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